华尔乐队和网络红人芙蓉姐姐 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 没想到却也有了话题产生 11月在华尔花田喜事的再版发布会上 华尔乐队面对媒体炮轰起了芙蓉姐姐 这个事本身就是晴天霹雳嘛 然后我又没插笔雷针 所以说肯定劈着我 然后对 然后我也不会像芙蓉姐样摆姿势 然后避不开雷 不过芙蓉姐姐知道这件事情后 却并不觉得这是在说她 有时候芙蓉姐姐代表一种勇敢 一种自信 有时候可能代表一种狂妄 一种自负 凑巧的是 以前芙蓉姐姐在某网站录节目时 与花乐队在化妆间偶遇 芙蓉姐姐立刻上前 向她们表达欣赏之意 谢谢您 为您不是一个录像的喜欢 我前段时间去演出的时候 还用你的那个芙蓉音乐 荣幸荣幸荣幸 不要很可爱 从上饥得啊 没有没有 挺好听的 花乐队和芙蓉姐姐在这一面支援后 大张伟还不忘赞美芙蓉姐姐两句 我觉得芙蓉姐姐都是文化现象 娱乐方式的一种 不错都相当不错 是不是 芙蓉姐姐的身材根本实用比起来就是徐希帝 小S你知道吗 而芙蓉姐姐面对花儿的调侃更是无所畏惧 要不怎么能做网络红人的鼻祖呢 芙蓉姐姐是一个奇迹 大家一直想解开谜 但是就是我有一种 累在了一种生命力和吸引力 所以让人不由自主的向我靠近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抢过我的风头 我想永远也不会有了 想把自己打 如此说来 花儿如此调侃芙蓉姐姐 原来是没有她那份超级强的自信了